宋爱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小伙 你说他用这种方式追你 你会怎么办 我不能同意 为啥呢 因为如果说不了解的话可以同意 但是有多少有点了解的话我不能同意 为啥 他放便炮 往脖子上挂便炮是你吧 你将是在下 就是我感觉放便炮 我还是我老门翻译这件事 你为啥老解识这件事 我感觉那是很正常的事 就是我感觉 就是对象与对象之间必须要有刺激 一是惊喜 二是浪漫 三是有刺激 我不会浪漫 我也不会什么惊喜 我就会玩刺激的 再因为我也不能真点的 我放他身上了 我给他扒了醒了 他起来就打我了 可能说我们那边偏农村一点吧 就这些事就总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小的时候 我大姑家我小哥 就上次我来我说 他说让我给报名的那个 他玩滑泡 往我就是棉裤带背带往那里飞 就是现在我这左腿 包上这块还有个小痘 就是滑泡没想到 在里边就是 因为是潮子 可能说呲的 就是呲个痘 怪事啊 那一下没绷出其他毛病吧 那没有没有 繁殖那方面绝对没毛病 哎呀你说你们玩这个东西 那么危险的事能不能变成了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家那边人就感觉是很热的 就是像小天真就是跟电视里演的 穿了后面啊 还有大饼子就这么一蹭 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三角炮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三角形的 上面带一个 那边老响了老好使 别人家都有鸡笼子 完了因为汤家跟我家人抄着 我小天好报复 上他家去 我去皮他家鸡笼 里鸡全吓死了 完汤家就把那些死地鸡装 一碎楼袋上家来找来了 我爷就落骂了 你爷是跟你操老多心了 小天比较逃 所以你说的没错 如果有的女孩喜欢关帅这样的 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像开心果儿似的 反正每天都奇了无穷 除了惊喜还有景象 是吧 这是第一个短片 来看第二个短片 跟大家说说我那三段 不太成功的爱情经历吧 第一段分手原因 是因为我摔倒了 他没服我 我就跟他分了 而且到现在 他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他分手 我现在就告诉你 做我对象 必须要注重细节 第二段 男孩总花我钱 什么事都靠我 这样的男孩白给我都不要 第三段 其他方面都挺好 就是爱喝大酒 打牌 我妈说了 这样的男人今后 到找钱都不干 我能接受一力恋 多远都可以 我觉得这样对两个人感情好 彼此都有空间 家这的人都太熟了 不好下手啊 我也不要彩礼 本来两个人的感情挺好 因为彩礼闹得生分了 不知道 再一个 我妈说了 咱家不是卖姑娘 我能接受跟公公婆婆一起住 因为我们家家庭氛围就很好 要是以后跟公婆住在一起了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多好 我喜欢的男生类型呢 是微胖小可爱的 要是爱运动就更好了 没发的和修车的 暂时不想考虑 你是我的微胖小可爱吗 二号远达 明女 明女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那是这 对 就你说那个微胖 就像我这种身材 我是属于微胖还是超胖 我露肉的 不要看身材 露肉了就是超胖了 告辞 四号 面包哥 我也是一样 我就想看看我这个评价 我现在是微胖还是 因为我明天是我俩老就近 我说他胖他说我胖 我就看看 你俩一个58一个40还比啥 你俩差不多 根本想不中你的事 你小心得啥 但是我不爱 我是微胖 你是超胖 我胖我睡 我胖我能压住胖吗 我的微胖吧 在我的认为里就是 100以上 160以下 都是微胖 你看那我就是微胖了 我100以上 160以下吗 国庆你多沉 我104 男的 我提高一点 105 你说的又毛病 你胖不胖 瘦不瘦 你都灭到人来 没有用 知道吧 我说你别管我胖瘦 我是正好要啥我市场 对不对 身高楼梯起 体重140 但是 注重细节 费点劲 但是你倒了我腿就疯你 对不对 反正你就是 家来怎样 离你远点 反正你自个人考虑考虑 合一合一 你刚才看他那个男朋友 他在这摔倒了 男朋友在这笑 你想说的啥 我想给他一处着 那玩意 追起马的俩人搞对象 那倒了不服还乐 你咋不推他 一把他踹楼下就得了呗 杨子姐 我感觉他真的 他做人比渗透虚 真的 他就是一有女嘉宾 他愿意展示自己 愿意下岔翻跟斗 你跟他牵手 说不上哪时 他就拽哪个 且不来了 你得整他 我那个 站那边女嘉宾 我那灯给你留了 然后我 让你看看什么叫男人 行不行 反正他 他没 对吧 反正你心疼我几分钟 行不行 就是让你看看 什么就是心疼的感觉 什么就是心疼的感觉 一问就知道了 我下去 装爱一下行不 全程教练 好 好 好 女嘉宾你好 今天用你的双眼 看住我的双眼 有可能我这一下子 你就看不到我了 但是你为了爱情 总得付出一点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来那个核档产 我订个炉